众所周知,现在英国的经济是处于一个高中当的压力 而且俄乌战争,对于英国的影响还是非常大 保守党在六年之内换了四个首相 至少查尔斯在一些英国人看来应当是利用他的国王的影响力 起到更多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恰恰就是查尔斯三世的软肋的地方 大家好,欢迎来到曹姐的英国Live 和我一起来聊一聊英国最近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尔是去世 而她的长子查尔斯成为英国新的国王 查尔斯正在我身后的白丁汉宫的门前驱车出来 所以我身边有这么多人在围着在观看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对于查尔斯,大家以前讨论更多的是老王鼠的形象 但现在她已经是英国的新国王查尔斯三世 所以我就想带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英国的新人国王在英国的社会 究竟当地人对她怎么看 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尔是已经去世 而她的长子73岁的王主查尔斯 继任成为新的国王查尔斯三世 为什么取名是查尔斯三世而不是别的呢 因为在她的长长的名字里面 她完全可以用威廉、亨利、菲利普等等的名字 作为自己的头衔 在历史上,查尔斯的国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在17世纪的时候,查尔斯一世是大名鼎鼎 因为他同英国国会的关系的对立 最终导致英国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光荣革命 英国的资产阶级最终将这个国王送上了断头台 而查尔斯二世就是查尔斯一世的大儿子 他之后逃亡到法国 国内的保皇派酝酿将他在请回英国的时候 他就开始积蓄力量 并且最终返回了英国成为了新的国王 从而我们看到在英国逐渐的树立起了君主立宪制 也就是今天的英国社会的政治体系 查尔斯二世在位的时候 其实是振兴了英国社会的很多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娱乐产业 尤其是像我们熟悉的现在在冬天看到的这个圣诞集会呢 据说就是查尔斯二世的时候在英国在这个社会上鼓励大家掀起来的这么一个活动 查尔斯三世如果说是按顺序来的话 他显然是希望利用这个头衔希望大家也能够更好的记住他 能够看到延续下来的叫查尔斯这个名字的国王总是给英国社会带来一些变化 在9号的时候查尔斯三世面对英国的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当然这个讲话呢是预先录制好的 那这也是他第一次作为英国国王发表这样的讲话 希望能够凝聚大家的士气 能够继续的对于英国的王室表示认可 众所说之现在英国的经济呢是处于一个高通胆的压力 而且呢俄乌战争 对于英国的影响呢还是非常大 保守党呢在六年之内换了四个首相 在查尔斯上任之后呢 他需要要面对的英国社会呢 就是一个和上世纪七人代非常相似的一个经济的动荡期 他需要处理的问题要比英国女王在任期间呢 至少说要并不轻松 查尔斯是一个在和平时代长大的英国的王族 和他的母亲在二任期间成长起来有大有不同 在这个时候新的国王如何通心和流量打招道呢 其实呢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还记得那部电影啊 国王的演讲里面呢 其实呢我们看到当时的乔治六世 可是和当时的英国首相的关系不一般 至少查尔斯在一些英国人看来呢 应当是利用他的国王的影响力呢 带定这个英国的民众呢 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啊 起到更多的机器作用 但是这恰恰就是查尔斯三世的软肋的地方 因为呢英国女王呢在任七十年 她大部分时候呢都是非常轻勉的 基本上事无巨细 在她身体健康没有问题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亲了亲为 留给王储查尔斯 能够为社会服务的这个空间呢并不大 所以呢英国人呢 只中认为呢 王储查尔斯他这位老王子呢 之前呢其实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呢 非常的有限 多多少少呢 对于他是有些轻蔑的这种感觉的 那尤其是在查尔斯在主张的一些 环保的话题上呢 虽然呢大家认为呢这个话题不错 这样是应该做 但是呢总觉得他呢 做的事情呢和英国的草根阶级呢 实在是生活差距太远不接地气 我记得前段时间啊 还有英国媒体拍到呢 查尔斯呢在街头呢走的时候呢 周围的路人呢 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呢 亲密的打招呼 所以这也体现出啊 大家对于当时这位老王子的一个真实的态度 说到英国人对于查尔斯的印象呢 褒贬不一呢 无外乎有多个因素 那首先呢是他在早年呢 同已故王妃戴安娜的那段不幸的婚姻 其实对于英国人 尤其是四五十岁的当地人来说呢 这个坎呢还是在心理上过不去 另外呢 查尔斯作为新的英国王室的大家长 他需要考虑的问题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就是 王室的公信力或者王室的声誉 究竟该如何的提高或者是恢复 因为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几年里 他的弟弟啊 还有呢他的小儿子哈里夫妇呢 其实呢因为他们的争议 他们的一些丑闻呢 让英国的社会整体对英国王室的这个认可度呢 是大打了一个折扣 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查尔斯啊 作为王属的时候呢 其实呢他是很少呢是到英国的社会的基层和大家呢 真正的有这种真心实意的互动 而是很多的时候以参观呢 访问这种形式啊来亮相 但是今天呢很多英国人 尤其是年轻的英国人呢 觉得这样做是很不够的 我要说一下呢 就是在英国的华人圈子里面呢 其实呢他还是很多人呢是对他很感兴趣的 那一方面呢是大家都记得啊 他和他的夫人卡米拉呢 曾在中国的农历春节的时候呢 访问过伦敦的华部啊 伦敦的唐人街和当地的人呢 一起看《五龙武师》啊 表示出呢对于中华文化的兴趣 还有呢就是在早年呢 查尔斯啊也是表示出呢 对于中国的中药文化的兴趣 这个呢是在英国王室成员当中呢 是不多见的 所以查尔斯在成为国王之后呢 他如何处理或者是在中英关系上呢 他自己有怎么样的考量呢 我相信很多人呢是很感兴趣的 obviously he's got a very difficult job to follow from the queen well why is it difficult to do because of the job that the queen did so obviously he's going to have to fill some very big boots as we would say and I think he's got no option but to do it and I think the great thing is he's also got his son and what I would hope is they would work well as a team together what's your expectation for the king? yeah so I mean I'm excited about the new king maybe 20 years ago I wasn't so keen on him but I think he's a really good person now I think he'll do a really good job I think the queen's done a fantastic job of getting him ready to be king I think it'd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he maybe pairs down the monarchy it'd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he does with that I feel quite sorry for him this does support the monarchy yeah I do yeah yeah the monarchy's been going for a thousand years you know just because they have to make one change it's not gonna 韩迅曾经前往中东 但是还是无法获得那些中东的产油国的支持 轻易不愿意给英国便宜的游记 同样的情况也其实也发生在英联邦的国家 除了查尔斯夫妇之外 我们知道英国的第三代的王室成员 在过去的几年都陆陆续续的前往英联邦的国家访问 其实也是希望在接气身体越来越虚弱的女王 能够对这些国家有更多的互动 让这些国家对英国的王室还是有支持 或者是说同情 希望能够紧密双方的关系 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国家 尤其是加勒比海的这些国家 对英国王室是完全不是那么感冒 在巴巴多斯之后很多的消息都显示 亚美加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要脱离英联邦的国家 如果亚美加真的是选择脱离英联邦的话 对于上任之后的查尔斯三世来说 这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 那以上就是这期我和大家聊了 英国新人国王查尔斯三世 还有当地的英国人究竟对这些新国王的看法 非常感谢大家关注这期的节目 也希望大家能够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聊聊英国社会其他新的话题